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过去节目演出不同 今年是主题晚会 主题是戏出辅舟曲传天下 以阐明辅舟是戏曲之都 一个有梦有戏的地方 围绕主题 开幕式表演分成三大板块 第一大板块叫《寻梦辅舟》 第二大板块叫《荣梦中国》 第三大板块叫《圆梦世界》 在板块结构里 更加阐明的主题型《寻梦辅舟》搭台 中国都来 世界参与 每个板块平均有六七个节目 每个节目平均10乘516分钟 整场开幕式共于20个节目 时长两个多小时 家门口的开幕式 大家最想看的自然是自家文化元素 在《寻梦辅舟》板块 一开始是辅舟原生态飞翼展示 南风挪舞 宜黄河杠舞 金锡手摇诗 虚格高枪 众多辅舟为浓郁的飞翼项目演出 《用辅舟》的元素讲辅舟的故事 在《荣梦中国》板块 融入了中国很多戏曲元素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等大家 将应邀来到现场 全国各地戏曲的经典唱段 都在这一板块里展示 两点二 国际范儿 国外演员参演未体现辅舟文化与中国戏剧融合 戏曲经典与时尚风格融合 中国文化与国际交流融合的特色 开幕式还在《圆梦世界》板块 邀请了世界的国 如英国 法国 西班牙的演员参与演出 他们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精彩节目 体现半戏剧节推动戏曲发展 提升城市形象 增强国际交流的目的 据洪斌介绍 开幕式节目排练两三个月 前就已经开始准备 现在已经到了节目合成组装结装 9月20日将进场连排 开幕式演出规模大 有三千多名演员 西中辅州职业技术学院 将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辅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院校的大学生演员就有一千多人 此外还有国内外专业演员 世界各地的名人名家等 亮点三 三翁对话 三国现场连线洪斌认为 成场开幕式最大的亮点就是三翁对话 汤前祖 沙士比亚 在万提斯世纪的各空对话 让他们说一说经典的名剧 届时现场将通过与英国斯特拉福德沙士比亚故居 西班牙阿尔卡拉小镇在万提斯纪念馆三地连线 让三翁对话 从而发掘辅州千年文化 让世界了解辅州 了解汤前祖 要实现三国连线 三翁对话不仅技术难度的 而且是一项创举 非常值得期待 此次开幕式演出 还是两天一夜的嘉年华 除了开幕式当晚演出 在九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白天 文昌里 孟岛 李线台 市文化广场 三文花园等市区 五个标志性景点 每天还有两次文艺演出 节目内容有互动 有交流 还有让老百姓参与的小游戏 开幕式演出 除了市行政中心南广场的主会场 再上述五个标志性景点 还设有五个大屏幕的分会场 2.4 科技元素 声光电的大秀 开幕式演出 采用了大量高科技元素 搭配绚丽的灯光效果 那叫一个高大赏 红比介绍 本次戏剧节开幕式 堪称一场好华的科技灯光秀